强调就是说这个程式嘛 那其实虽然短短没有几行呢 不过我都是重点 那这边的话呢 就是第一个宣告 然后set 然后它来使用 那特别注意检查一下 你的这个引用 是不是已经引用进来 如果引用进来的话 OK 那才可以执行这个宣告动作 那再来连线自创 我刚刚有讲过 就是有一个网站叫connection 后面加一个streets 所以很好记 我就叫connection suite加S 因为常常会忘记这个S connection suite 里面就可以找到 你要的连线自创 OK 那再来的话 你就找到你的driver provider的话 其实就是有点像 你的驱动程式 你用哪一个驱动程式 指定驱动程式 才能够去开启 指定的资料库 所以你要去 ODBC里面去检查 如果有的话 那表示OK 连线没有问题 再来的话 因为我们是 SS是一个档案形式存在 所以data source的话 我们就指下一个路径给它 那这个路径的话呢 其实你也可以 如果各位有点不太了解这个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执行 等一下我把它中段给各位看 那就会找到这个路径 通常是什么 其实得到的结果 应该就是这一串 因为我F嘛 F冒号 然后这一串 斜线 后面的话呢 再加上什么 db2.ndb 最后记得 这个分号 这个分号到底要 是不是一定要给 我不是很确定 不过通常是加上去 你可以把它db2.ndb看看 会不会有问题 不过应该是要留下来 应该是一个结束符号 好了 以后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执行 C口语法 不过这一串呢 你会发现 我稍微改了一些东西 因为呢 我们这一题的范例是ABC 会传三个东西 input box 这种ABC来的 可是呢 我们现在的来源是什么呢 我们来源是 当我这个表单 有没有 按下记录的时候 我会有 这三 这五个结果 会写到Sales的A 那A的话是列加1嘛 就是那一列的下一列 然后呢 一二三是五蓝 列蓝 对不对 那写过去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 因为我也要把这五个东西 分别怎么样呢 放到我的 这个新增资料 ADO新增资料的 这个部分 所以呢 我就稍微改写一下 改写成什么呢 改写成后面加参数 那这个所谓参数就是说呢 在Sharp复程式这个程序里面呢 它可以 从另外一个程序